治疗颈椎病的好方法 施达西安市洪汇医院副主任医师 颈椎病也是一个比较复杂的一个疾病 它分不同的这个类型 那它的治疗呢 实际上也是根据不同的分型 我们去治疗的 那如果说是清醒的 那可能我们主要是通过一些保守 或者说是这个非手术的这种疗法来进行治疗 比如说药物 常见的比如我们中医的这个 活血化育类的这种药物 再有就是比如说这种 西医的这种消炎阵痛的这种药物 再一个呢 就是我们可以通过一些理疗的方式来进行治疗 这是我们最清醒的这种 那发展的一定程度 你比如说它这种神经根型的 或是脊髓型的 因为它是不同的分型 它压迫到神经根 压迫到脊髓 引起了一系列的症状 如果经过我们的保守治疗效果不好 那我们可能就得需要通过手术来治疗 这是我们这个颈椎病的治疗 再一个呢就是我们颈椎病 像我们现在更多的呢 是建议大家 就是在比较轻的时候 就要重视这个疾病 我们可以通过自我的一些锻炼 去改变我们的一些日常生活的习惯 从而可以延缓我们这个病的进展 因为这个病呢是一个慢性病 它是从轻到重的时间可能会很长 那我们中间如果通过锻炼 改变我们的不良习惯 它可能会使这个病的进展会缓慢 甚至阻断 这个呢我觉得更重要 专家提示 一根据不同的分型进行治疗 轻型颈椎病 可通过保守方法治疗 二压迫到神经根 脊髓的颈椎病 需要通过手术治疗 三预防颈椎病的发生 改善生活习惯 延缓甚至阻断病情进展 感谢观看